今天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凯莎牌的真空包装机 请认识我们的商标凯莎世代阿特 这个真空包装机型号是DJ-500型 收到机子以后先打开这个手扣 这两个在拖真空的时候一定不能扣 断电的时候才扣的 里面会有一份说明书 一个加尔斯 一款高音胶部一个合格证 收明书 保修卡 这收到的时候一定要收藏起来 那首先我们要教大家接一个地线 这边有个地线标 从这个螺丝打开 然后接一条电线放到地板上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接上电源 先戳几个小物件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礼佛真空袋 这个是透明的真空袋 礼佛真空袋里面装的是那个熟石 这是阴阳真空袋 一变礼佛一变透明的 平肤放在封口条 这个位置上面了 这是原水压 也是用透明的光面的真空袋 盖子有点长 30乘以40的 平肤放在这个封口 位置上面了 接下来我们按电源键开机 这个是真空时间 一般调个25秒 风口的时间 里面有礼佛带调3.0 这个是冷却时间 调个3.5到5.0都可以 这边是单风跟双风 不用去按它 统一默认双风 这边是一个压力表 一般走到0.08以上就正常 那现在按我操作 左手扶住盖子左边 右手扶住盖子右边 压下来 压住3秒钟 手再放开 手再放开 机器的话会在工作 工作的时候 这边在真空时间 风口时间 冷却时间都在倒计时 工作完成 盖子会自动打开 这个是小物件 小物件 这个是礼佛带的 看一下 风口还是比较好 看到没有 这是阴阳带的 鸡爪 这个是盐水 看到没有 戳的是非常紧 接下来我们要 教大家戳的是一个 米袋 像这种是缓手提的 那米袋的话 要平铺 放在这个物翼子上面 搓大米的话 真空时间就不需要那么高了 稍微 降一点点 15秒就够了 也是一样的 左手扶住盖子左边 右手扶住盖子右边 压下来 压住3秒钟 手再放开 这是一个手提的米袋 像这种形状的话 大家回去自己整一下 像推一推的话 它就两面都是会变成平的 这个是手提的一个米钻袋 接下来要教大家 这个是米钻平放的 石巾的 先扣上这两个扣子 平铺 放在这个位置 这种的话 这种是双面折边带 封口时间要上调一点点 也是一样 盖子 钻子左边 钻子右边 压下来 钻子左边 不会上网购买东西的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 这边有联系电话 这边我们厂的电话 还是设备电话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米钻 这是个米钻袋 好 机器不用的时候 先关掉 关掉电源 再盖上盖子 好 记得认准购买我们的商标 凯莎牌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